桃園市長提名峰迴路轉 跌破外界眼鏡 因為朱立倫堅信 想贏回桃園 張善政是不二人選 我比誰都希望桃園贏 什麼時候做出這個決定 上禮拜 黨中央迅速提名張善政 還傳出這項決定 是與韓國瑜達成共識 因為4月底一場聚會 朱立倫徵詮詢提名張善政的看法 韓國瑜表示認同 但事實上早在朱韓會面前 黨中央就已經把張善政納入考量 傳出最後是在朱立倫力勸 韓國瑜扮演推手下成功說服 只是韓國瑜在臉書上 卻說自己是在17號才得知消息 希望能夠充分溝通協調 顧及黨內同志感受 主席是朱立倫 既然你認為這個人選 是你心目中最好的人選 你就要扛起責任 自己的鍋自己扛 對於張善政本人 反正反而是一個傷害 沒有經過好好的溝通 就把他推出來 卻只是讓他上刀山下火海 黨中央這不險期 引發黨內風暴 韓家俊暗酸是朱主席 想拉韓國瑜背鍋 解決亂局 或是提前在2024總統路上 少一個可能敵人 國民黨的黨員當然都會相忍為黨 甚至於以大局為重 他要能夠來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要想太多 不要說門都沒有 應該說窗子都還沒有看到 紛紛擾擾 很多話事實上我覺得都是過多的揣測 我覺得選舉其實最重要 已經不是這些過程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重點是怎麼樣子 就開始地方的選舉 然後提出他的主張 讓他來做相關的整合 藍營黑馬空降選桃園 招善政出現 扯出朱罕聯手 核心人士想冷處理 已經冷卻不了黨內炸鍋 近新聞 葉寧靈明家採訪報導